大家看啊 我先把这个图呢 解一下啊 把这个工具利用起来 解到这 然后我们来分析 首先 可以看到 这上面这是不是一个大标题啊 底下的能不能理解成是个小标题 然后这是不是又画了一条横线 然后 这是个段落吧 这是不是又一个段落啊 底下的是不是整体是一个段落啊 大标题咱是不是可以用H1 小标题可不可以用H5或者H6啊 这个横线是不是HR 这个段落是不是P标签 P标签 然后再一个P标签 不难吧 然后我们是把文字发给大家了 是吧 咱把这个文字呢 我给它复制 然后 咱在这呢 Ctrl N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把文字 让它粘在这啊 粘贴在这 接下来的话 看一下 最上面的是一个大标题 那么咱们是不是就可以 H1 然后斜贴在这儿呢 然后斜账H1结束 是吧 然后底下这个呢 先别底下了 咱们给这儿呢 保存了啊 先保存 先看一眼 大标题是不是就出来了 接下来小标题啊 小标题 从这儿开始 咱们H6 然后在H6结束 是吧 Ctrl S保存 然后呢 再打开浏览器刷新 小标题是不是也有了呀 在底下是一个HR标签 也就是在这儿 再来一个HR 保存 再刷新看 有条横线了吧 有横线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这个 P标签了 P标签开头 然后P标签结尾 保存 再看 第一个段落是不是就有了 接下来第二个 P标签开头 P标签结尾 再看第二个段落也有了 是吧 最后一个段落 P标签开头 然后P标签结尾 然后再刷新 当然效果一样了 大家对比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呀 就这么简单啊 能弄懂吗 可以吧 这是咱们说的这样一个小案例 前面的把咱们前面的用起来 首先它的这个基本结构 咱是不用管的呀 生成了 接下来就是大标题 小标题 换行 不是换行 划横线 对吧 P标签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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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